各位马迷老友好 欢迎又来到雷文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说说11月21日的马后花生 加上马场鬼股 雷文每一次赛前都会出4条深水片 即是牵涉4场赛事 今天都叫做拿到1win,2p,4季起,闪得快 以及微影杨飞 但美场的当家精神,雷文也有些不满意 周俊乐的不积极的骑法 另外在会员片方面,4条2面中了2条4重彩 另外中了1条位置Q 因为被那只未跑过田草的仲德威 就哄一声就哄了 群组里面有很多朋友拿来过关 被这十几档的仲德威杀到眼淡淡 没办法啦,继续希望有些运气 现在才开挪了2个月多些 让马场尽量跑入状态之后 希望未来的运气会越来越好 各位未订阅Layman频道的朋友 可以免费订阅Layman频道 可以加入小弟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这一个是讲真心话的真正的赛马台 你问每一次那四场心水 都是用大量的心机、时间和认真去对待每一场赛事 要贴马的贴100场都可以 要量马的多一场都是困难的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这个讲真心话的赛马台 今天讲述赛后重点报告 以及马场花生、马场鬼谷 今天有很多场次 各位有没有留意 好像那些华人骑士捧杯捧到手软 再加上那些落六甲、慢捕捉、慢捕捉 每一场都有一些好派财 而是捕捉很慢的投马出来 兄弟一场说到那一只 靓虾女临场不停落飞 不过突然间一出来 被那只叫电子兄弟 不停拍着他走 Layman这一只 其中一只 昨天和Layman之前Live说的靓虾女 就是落飞之下 只能跑到一个紧颈四 但是Layman四重彩四连环 都能够中回这一只万多元的四重彩 这一场就是第一只落飞 就是紧颈四的马 去到第二场 其实也有两只马着灯 就是逆逆奇达 以及欢乐洋洋 欢乐洋洋追上来 跑了一段近的 反而韦达借了徒弟出的 都市神话 其实也是跑得相当接近的 去到第三场 那只紧张大师 两只阿斯 这一场就没什么特别 就是落飞落到着格 去到第四场 落飞着格的包括 有线路之星 应该摆投资的 黄龙腹杖 应该摆前些 帕马兰追 哎呀是习杂眼罩 想着留后追 他也是摆前些的 事必非非也是摆前些的 这四只 这四只都是属于摆前些些的 落飞的 但是就被潘顿一只 一只动日星 都被摆了 这些摆前面 落飞的马 就是没有一只得手的 说到第五场 落飞的高尖远竹 有西利哥 超勁勇士 其实西利哥也有追 虽然高尖远竹 骑不到进来 落飞 但是呢 我认为何摘尔的发挥差些 就得过紧颈四 而另一只落飞的超勁勇士 这些就是聪明浅 是不是 落飞 就有一只冷门28倍 又产入来了 说到第六场 落飞有赢马的彪之未来 周俊乐没有帮师傅赢马 反而又帮呂建威赢了 彪之未来的国际二级赛 另外有两只落飞 牵涉到有衍生性 还有这天聚财 这场骂莫雷拉速递奇兵 各位精不精彩 如果你们觉得 莫雷拉的白飞 是没得顶 就给个一只 如果想和莫雷拉 问她妈妈身体健不健康 那就给个一只 说到第七场 金枪六十马王 一出回来 在一个慢步速的情况之下 都能够很淡定地 孔一声1.1倍 过了其他对手 另外性得精彩 田鸡上次失车 今天披士乐飞 游在内南里被人困 村河专区都有乐飞 说到第八场 这场就是经典到经典 跑一场国际二级赛 马会不要笑死人 国际二级赛 赛事跑到2分03秒多 田草2000米 有什么马乐飞 各位听众 麻烦你们自己留意一下 家应之声 绿灯 着格 精神威 绿灯 着格 接着一Q 回来 回来不是很奇怪 只要你的时间跑回正常一点 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跑到2分03秒多 一对六飞 着格 就串了Q回来了 各位想你 这文不作评论 如果外国朋友 外国马圈的人看到 你们香港的国际二级赛水准是怎样的 跑到2分03秒多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说到第九场 洛飞的牵涉到天使 再赢一场 他师傅的一定美丽 都有洛飞的 但是跑得一般 去到第十场 洛飞的九运 赛明晓就穿回他师傅 那一只又是洛飞的加州星球 不过着格的就是九运 至于说回马场鬼鼓 大家听开这文的马场鬼鼓 都看到有三司徒 整天频频找食 但是今天看到容天磐马房 就好像是 虾兵蟹像上阵 只有三只马 反而他师弟罗富泉 全球马上阵 除了两场国际二级赛 他没有参与之外 今天其他的八场赛事里面 其实他差不多可以说 除了风筝 黄龙福将这两只 就跑不到进来之外 可以拿到三个第一 牵涉那只 拖空紧张大师的八千尸 乐飞 慢步速2分03秒多 梁家俊捧杯的精神威 以及上次不做 慢步速赢马之王 这只天使 上次蝕捧速赢马 今天再赢多一场 季初两场输泥地的超音鼠 今天回到草地 雷文一夹 夹中这一只超音鼠的脚 又跑第三 另外 乐飞的超勁勇士 和头长身马 那只刚好 都能够铲倒上来 即是罗富泉今天全日出击 拿了三个赢马 有三个赢马 落底只有两只 让他师兄容天鹏 今天出三只马 都好像不是配合状态之下 没什么成绩 反而他师傅蔡若翰今天就相当失望 那只速递骑兵 各位买了他的朋友 投一次票 如果你们觉得莫雷拉发挥得好 按一字 如果想和莫雷拉的家人 问一下他们身体健不健康 的速递骑兵莫雷拉的骑法 入到直路 按二字 今天都是输到眼淡淡回来 尤其是尾场 那只包装智星 这门见到他试集 又不是怎么好 但竟然只有七八倍之下 就跑到差不多拉尾回来 另外 有两场赛事 包括夏威夷和跳出世界 都只能跑到 除了罗富泉今天成绩 有个精神威和家应之星 两只着绿灯 跑到2分03秒多 这位高东尼玛房 今天成绩都相当不错 加州星球 洛富泉落到哼哼声 一放就绝尘 上次田鸡 很多朋友问候他妈妈好不好 那只柏林探哥 今天就不敢找田鸡奇了 用到周俊乐 周俊乐都相当拼搏 不过有少少擠塞之下 只能够短距离跑第三 家应之星 那条Q当然是吃到应了 家应之星是蔡明啸的 是呀是呀 这门 加州星球 串上一只乐飞 串哪个 串上一只乐飞 那只叫九韵 就是蔡明啸着灯 除了这些马房交到成绩之外 其实吕建威马房当然不说得少 有吕建威的时候 当然要提一提何宅妖 吕建威今天马王就复出 最终之可以十八年胜 十七年胜 十八年胜 忘记了 已经捧了国际二级赛 另外标之未来 亦捧了国际二级赛 但潘顿那只龙骨飞羊 失严一次车 上次说明给你听 又失严一次车 今天慢步速 还要拼去外档 就输了给精神威和家应之星 跑到两分零三秒多时间 三场国际赛 拿了两分一批 另外 湯左雷文的Q 那只仲德威也入Q 那只嬌羊出集 试集时常常慢了 今天也有追了一段仔 至于 那些开头伟达马房 都觉得今天的阵势不错 那只靓虾女 帮雷文中了一条四重彩 除了闪得快 博杀之后 帐王有些被人塞车之后 其实呢 有没有觉得奇怪 那天神龙区 连续两场留后赢马 今天竟然放在一二位来跑 不知马会一间竞赛小组 有没有睡醒 问一问周俊乐 是怎样骑这一只神龙区的呢 说到方家拍马房 去到大赛 这些大赛的练马师 尤其是一对心星系 但今天也只能断雨而归 达心星跑第三 显心星跑第三 时时有余 跑第四 反而那只超级军团 漏了杂 他都可以追上来 就刚刚追不到那只 罗库全TOPFIT的天使 另外苗里德 今天的阵势也相当硬 但成绩相当强差人意 除了你说 洛飞那只拍马难追 临墙倒水 有条Q 另外高瞻远竹 常拼常勇 这些拼下去 都只是第四 反而苏伟延马房 上次 雷文 罵到巴道 那只安仲 这只安仲 在暑期的时候 雷文做一次节目 已经要大家留意 这只安仲 足之都交到很好的成绩 上次 根本是看着别人来骑 今天终于赢回马 另外 那只 庭飞塔 今天都能够进入Q 至于有一个密密起革命 刚刚妈妈过了身的 賀妍哥哥 可能过了身 都要花钱 最终于排了大外档 都能够克服的好拍档 以及那只 上次潘顿騎 今天潘顿騎 上千世的 旭日星 起了个孖堡 连那只能够平头 跑回第四 马房成绩 就说到 到这里 昨天 雷文已经拍了一条花生片 关乎 史卓峰哥哥 就说 跑完国际赛 就会离开香港 回去乡下 今天也有接受 传媒朋友 解释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他说 自从我帮大了我老婆 Hannah的肚子 之后 BB 就会在2月 就会出生 他说 我现在打算 跑完国际赛 就会回去澳洲 发展 他说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Hannah 想和家人 亲近一些 他说 他老婆 很漂亮 他老婆 Hannah 一些家人 要去澳洲 探望 Hannah 便会方便 到香港 他 小卓峰说 12月18日 便会离开香港 他在尾尾之下 都要说一句说话 他说 其实 他都很喜欢香港 不过有机会 都想回来香港发展 不过 现在暂时 都是以他的美美老婆 和未来的BB仔为先 不要断自己的财路 现在不都 就说不都 起码都叫做 我很喜欢香港 未来我都可能回来发展 说到 吕建威 马房 今天成绩 三场国际二级赛 2win1Q 彪之未来 赢马 那只马王 金枪60 孔一声 就过了 另外那只 涉暴促蚀 到嘔吐 扯了外面的龙骨飞羊 就输到别人眼淡淡 不过 这只彪之未来 赢了之下 今天是潘顿气骑 就串上潘顿的肥子 很棒 下个目标 吕建威就说 这只彪之未来 就是12月的浪琴香港短途錦标 其实吕建威赢完这只彪之未来 也有接受传媒朋友的波咪 吕建威哥哥 你今天这么好成绩 这只银行多了多少钱 他就说 周俊乐这只彪之未来 本来在十档出集 真的不太好发挥 不过 他觉得这只五岁马 仍然可以不负众望 以1分07秒9的时间 赢了马 上次潘顿才骑他 赢了精英碗 今天潘顿就选骑那只 叫上次 给那只速递骑兵 阻一阻 这只肥子 厉害 今天就 彪之未来 潘顿不骑 又串回上次潘顿 今天选骑兵的肥子厉害 其实吕建威说 坦白来说 当他知道 彪之未来 撿了这样的档位 我都没有信心 他说今天是否真的赢得到 因为这个档位 真是很欺负周俊乐 不过周俊乐 就认真是生性 周俊乐 稍后再收到一个契仔 是吧 叫呂俊乐 呂扎 呂扎 因为周俊乐今天帮师傅 骑 反而没有交到头马 他说赛前 我叫呂俊乐 研究一下潘先生上次骑他的方式 他说今天的步速够快 所以 标之未来可以赢到马 首先是呂俊乐 赢得出色 以及 其实马都有进步很多 至于说到 呂建威今天 影真是相当风骚的 是不是 可能去到国际赛那天 那些外队马 看到这支金枪 呂建威 不知道在哪裏 吹一支金枪 那支金枪 不知道在哪裏 吹一支金枪 那支金枪 不知道在哪裏 吹一支金枪 那支金枪 吹一支铃建威 那支铃铛铛铛铛铛铛 成功14年 我都不记得数多少 你们有没有什么興趣 到这些 那之间 何宅遥的跨下 前面真的老定到不得了 进到直路再招出去 亏了步速都追上来 很多马迷当然是相当兴奋 見到金槍60就贏了 呂建威說這支金槍是否硬朗到不得了 他說神科其實已經做得很好 隻馬其實比上季更加成熟和進步 不過呂建威說賽前信心不是很大 不過最拉尾何宅耀和這支金槍都贏了 雖然步速是相當慢的 但是呂建威說其實他不是很擔心 他的揣勁也不是說得少 他說金槍60可以在陣上放鬆來跑 那就OK了 至於贏馬功臣呂澤堯 剛才有呂俊諾 還有呂澤堯 還有呂明輝也是 呂明輝最初都是贏標之未來第一劑 你問當時和大家看市集第一劑 夾中他17倍 呂澤堯說金槍60其實今天贏起來都相當輕鬆 他說這隻馬今場賽事 根本是很享受的賽事 他說七檔對呂建威這支金槍是一個完美的檔位 他說其實我回想一下 步速慢 流了後 但是我從600米開始插進這支金槍 插進哪支 600米插進呂建威那支金槍開始發力 那支馬馬就立即交出良好的反應 而且他又可以放鬆來跑 他說其實去到終點 都知道根本沒有對手可以在金槍60前面過終點 其實金槍60自己都已經慢慢有些收聽 不過他說金槍也是他季來的初出 他說就算是跑1600米很有新鮮感 但是狀態始終都不是在最top的 他說相信去到國際賽那天 其實呂建威就會把他那支金槍 就是最top的出賽 其實呂建威國際賽那口孖寶 真的要多謝呂俊諾同學 其實這支標之未來 呂建威說當時我看著 這支標之未來在周俊諾的發揮之下 他相當之滿意周俊諾這一場的頭馬 他說這一場頭馬標之未來 其實都挺幸運的 他說早段的報速夠快 現在有很多朋友到現在都覺得跑馬沒有報速 呂建威 跑馬有沒有報速 為什麼你經常說報速 他說早段報速快 令到這支標之未來 是有機會切入去找遮擋 周俊諾就說了 他說這次其實都相當刺激 他說我以前也騎過標之未來 上次呂建威 找潘七先生來騎 贏了馬 當時 原來 落了潘七手上 周俊諾也有點失望 他想著金劑 我都沒有機會 將朵菊花琴到標之未來 那裏 不過他說 幸好阿潘頓 就簡騎了肥仔 厲害 不要說那麼多 你們倆兄弟 總之你們現在 串肥仔厲害 標之未來 那條Q 和潘頓息息相關 那就講完 他說 呂建威又肯給機會 我再騎到標之未來 那裏 我有什麼辦法不叫呂俊諾 他說今天可以贏了這場國際二級賽 對我的意義相當大 那裏建威呢 把那些級制賽頭馬 不停派給本地的騎士 嘩 好像收契仔 周俊諾說 第一場的級制賽 我真的要好好慶祝 他說我剛剛才知道 畢業就不用做建杂生 但是我也有這麼多餐屎 這麼多人比馬我搏 你看看那隻柏林探哥 上次田雞騎什麼春夜 很多人投票都說 日而想和田雞家人問候一下他們 身體好沒有 今天短距離在周俊諾跨下都是落敗 真的很多騎士 閃得快都騎得好 都是被周俊諾騎的 周俊諾就說 我會盡力拆騎每一匹馬 那裏建威就說 潘頓在12月12日 就會騎這隻 標之未來 今天就不騎 但是國際賽就騎 跑短途的錦標 暫時 呂建威就透露了 標之未來 下一次又變回潘頓 到時候 看看周俊諾又會騎哪一匹 應該是呂建威 原來 呂建威說12月12日 標之未來 就會配回潘七 原來周俊諾贏了標之未來 但會被人罰停賽 在12月8日和12月12日 再被人罰兩匹多東西 周俊諾說 我在大埔有樓 對嗎 你罰我兩匹多東西 算什麼? 是散指來的 但是呂建威會找潘七 標之未來 就已經呂建威說了 因為原來國際賽 周同學就停了賽 變成騎不到標之未來 就在國際賽 這次就換回潘頓 即是12月12日 那天國際賽 其實阿雷文有時候幫那些騎鍊 改名 聽得雷文很久的朋友 真的不到你們 有時候都不說阿雷文 說得對 田雞上次那天勝得精彩 在馬後面抽出來 就輸了些 今天在內蘭又被人困 前陣子有桃花盛也是這樣 即是塞車之王田泰安 有沒有說錯 但是我們說到羅富泉 雷文經常說他萬步速之王 有些會員朋友 已經數過羅富泉今季贏了多少場萬步速 今天人家落飛落得這麼應棍 萬步速那隻精神威又贏了 不過雷文都覺得那天使 就是一隻上一場贏馬 不是靠萬步速而贏得好 今天終於連接 反為那些風箏 黃龍福將靠萬步速贏那些 今天兩隻都斷雨而歸 這隻天使贏了馬 其實羅富泉覺得這隻天使 是一隻很喜歡追馬的馬 嘩這些馬在哪裏找 喜歡追馬 他說如果自己先走出來 那天使的心就會停下來 自己覺得前面沒有什麼好追 嘩這些叫他去收數就對了 追到天腳底也要追到你 他說今次天使看到旁邊有馬 所以就好肯去追馬 他說贏得來叫剛剛好 嘩?投場那隻剛剛好就有個批 嘩真是吃了肆 他說天使下場跑什麼賽事 就要再看個賽程表 羅富泉就認為這隻天使 如果拉到2千米 他都可以應付得到 羅富泉今天 萬步速之王精神威又來一場 還要下飛 你當他漏的 天使和八千師 都可以贏到三場頭馬 等我會贏到最後一等 你和抽點 你終於是前面 我會踏成他